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狐仙 刘海是人 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大胆妖孽 居然还敢在人间作恶 怪也怪贫道当日被你蒙蔽 害得杜老爹死于你一生 你是自作孽不可活 贫道今天就收了你 亏你还是一贯之掌 你也不动脑想一想 如果我想杀杜老爹 用得着我亲自动手吗 退一步说了 就算我想杀杜老爹 又怎么会让二黑和杜鹃看见呢 我才不像你那么笨 告诉你啊 杀杜老爹的另有其人 能言善辩是你妖狐的本性 推荐 老爹 解释 你需要 词曲 李宗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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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哥在我面前耍花招 壞了我的好事 哼 我再有下次 我就废了你一千年的刀 把你晒干入药 让你永受轮回之苦 老爷 九妹已经在路上了 本来可以在家里面把他抓住 都愿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九妹 喜鹊 九妹 九妹 六海哥 喜鹊 怎么了 九妹 九妹让一芳给抓走了 啊 开门啊 开门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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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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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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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一 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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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别给我 九妹 一宫道长 九妹她不是要我 刘海 你已被心魔所困 人妖不分 今天贫道不会放过这个妖女 既然是妖 贫道就不能让她扰乱人间 伤害无辜 一宫道长 九妹不是妖啊 九妹她热心善良 天下无人能及 你说九妹是妖 我却觉得她是仙女 九妹 她绝对没有害人之心 一宫道长 我可以以性命担保 九妹她不是妖 求你放过九妹 刘海哥 你别求她 道长 九妹虽然调皮 不懂事故 可是她为了救人 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 这一切你都是亲眼所见 她怎么可能是杀害杜老爹的凶手呢 道长 你曾说过 众生平等 难道天立间 就容不下一个九妹 刘海 人有人道 妖有妖道 这次 民道决心已定 决不顾心 你赶紧回去吧 道长 我求求你 放了九妹吧 火意已决 还是回去吧 义风道长 都会你执意要杀了九妹 刘海哥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 我愿意和九妹一起死在你面前 刘海哥 你不要死 我有你活着 好好地活着 九妹 若是你都不在 我在这个善友不分 定道黑白的世界 还有什么意义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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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在 我愿意 不要 你都如若坚持警戒 就是伤害天灵人情 刘海哥 你们走吧 救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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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先别动 刘海哥 有件事 我不能再瞒你了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说 先好好休息 我给你去拿点吃的 我是救胃狐 刘海哥 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救妹 不管你是人还是妖 我都相信你是善良 我不会离开你 可是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你放心吧 我们都会好好活 谁也不会受到伤害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也要告诉你 杀害杜老爹的幕后主使 可能是刘振兵 我叔叔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我叔叔一直都对我很好 他还教我医书 这怎么可能呢 救妹 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 刘海哥 你叔叔不是你表面 看的那个样子 我那天 在摆帐牙 看到了他的丹丸 后来我去了刘家医馆 结果中了他的埋伏 原来他想要得到我们九尾狐家族的地灵珠 地灵珠 他要地灵珠干什么 这个我以后慢慢再跟你说 九尾 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 误会我叔叔了 那个药丸 也许是凶手买的 你要知道 买我叔叔药的人有很多 还有 还有那个机关 我想那个也不是针对你的 药铺里面的贵重药材有很多 谈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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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金丝瓜坚决不能动 伯父告诉我 这井水只能增加药效 但是不能体现它的神力 只有井鼎的金丝瓜 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品 丝瓜井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金丝瓜 大哥 你难道连我都要瞒着吗 金丝瓜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丝瓜井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 我根本就不相信 我 嫂子 小叔请稍等 饭菜马上就好 不用劳烦嫂子了 真比家中还有事情要办 先走了 是 难道他真的知道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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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爹只是叹气不语 那这丝瓜井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你爹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看他不愿意说 还跟他抖了好久的气 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 也就懒得去想了 从那以后 叔叔就再也没有来过 一年多了再也没有来过 直到我后来怀孕八个月 你爹为我到镇上去抓鞍滩药 我一个人在家 看见外面太阳不错 就到院子里走一走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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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嫂子又身孕了 我特地过来看看 可是你说 这不小心 我把玉佩掉到井里边了 小叔 请到屋里坐吧 你大哥去县城了 一会儿就回来 不 那个既然兄长不在 我去了也不方便 既然看到嫂子你安然无恙 我也就安心了 嫂子 那您多保重了 我先回去了 当时我就奇怪 你说下到这么深的水井去捞玉佩 也没有借助任何的工具 为何身上竟一点都没有打湿 不仅如此 就在你树下井的那天晚上 玉佩村就下了一场暴雨 户下而来的洪水 把整个村子都淹没了 你爹出去救人 就再也没有回来 娘 这些事情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 过去这么久的事了 可娘到现在都不明白 你爹到底去了哪里 要是发生了意外 为何连尸首都找不到啊 爹的尸首找不到 你怀疑跟叔叔有关 之前 娘只是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劲 这事情过去这么紧了 娘本以为渐渐淡忘了 可现在今九妹一提醒 娘越来越觉得 那天发生的事 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那如果按娘的推测 爹的死也跟叔叔有关 刘振斌绝对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么简单 他一定有问题 孩儿 小心你说 我怕 我怕 我怕他会对你不利啊 娘 你放心吧 二十年前的事情 不管跟叔叔有没有关系 我都会查清楚的 老爷 老爷 今生罪负无关考 我就可以成就大法 时间紧迫啊 我们处心几率多年 就是为了得到地灵珠 我们不能错过好机会 让所有的牺牲全都白费 所以 我们要处处小心 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是 少爷 我一直以为我爹 是一个怜悯人心 治病救人的好医 好医者 好父亲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为了地灵珠 尽有如此的手段 爹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 小儿无知啊 你爹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普天之下的生命 爹爹要亲手打造一个 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 我这么做 也都是为了你呀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对还是错 我也不知道你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用无辜的生命作为代价 我绝不允许 你们想怪我 有趋劲 我收拾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少爹 少爹 老天 儿啊 你不能怪爹爹太心狠 替灵珠 爹爹是势在必得 谁也不能总安 把少爹关起来 不允许他出一晚一步 不允许他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丫头 有了婆家 连亲爹都不要啊 爹 瞧你 小心眼了吧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婆家再好 也比不上娘家好啊 我心里最喜欢的 还是我的亲爹 瞧你 有嘴花点 徒书 李宗盛 我相信 杜老爹在走泉之下 也不忍心看到你这么伤心 你不忍心看到你这么伤心 你走啊 你走啊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杜鹃 你能不能现冷静 我们好好谈谈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我想杀他 你去要救他 我们早就已经势不两力了 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你能不能信不要冲动 你明明知道九妹是妖 为什么你现在还要帮她说话 即使九妹是妖 那也是个好妖 我相信 老爹不是她杀的 真没想到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居然比不上一个紧紧 跟你认识半年的九妹 一封道长说得没错 你已经被那个妖孽迷活了心志 早就已经无可救药了 杜鹃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杜老爹的死 我也很难过 老爹带我入亲生父亲 我也不会让他 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死了 我一定会找到凶手 替老爹逃回公道呢 凶手明明就在眼前 你上哪儿找啊 九妹不是凶手 如果她是呢 我可以以死谢罪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要偏袒她 刘海 我告诉你 我爹的仇我一定要报 谁要是拦着 谁就是我的仇人 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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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队 胡乡英 你给我出来 胡乡英 你给我出来 听见没有 你给我出来 胡乡英 有种 你给我出来 胡乡英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我说杜娟姑娘 你今儿是怎么了 九尾狐狸精害死我爹 我跟他有不顾待天之仇 九尾狐 谁是九尾狐狸精啊 就是这家茶店的店主 胡秀英 他是狐狸精变的 狐狸精变的 他变成人类 来陷害我 没有可能杀一个 祸害的就是你们 胡乡英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你找出来 起来 来 我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你还省信 你们两个一起 帮我把九尾抓好来 时间已经不多了 如果再次失手 我绝不轻饶 我这次绝对不会失手 但是 我有个条件 什么 你死到临头了 还给我讲条件 说 凌处归你 九尾归我 没想到 你这个小小的妖孽 还挺重情义的 好 就依你 也一定 走吧 好 爹 我看了一上午的书了 快歇会儿 放着吧 爹 您这是想当夫子呢 还是想当圣人啊 这么用功读书啊 就你淘气 你这是干什么呀 收拾东西 他要在这儿借住几天 没地儿住 借住几天 在哪儿住啊 刘海家呗 你听他说过 他家住哪儿了 呃 我记得好像是在德山山后的 胡家庄 德山后头的胡家庄 唉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胡家庄呢 我不知道 嗨 爹 那你下次见到他 再问问他呗 我当初就应该听您的话 离九妹远一点 不相信他 您就不会操自毒手 女儿不孝 女儿在这里发誓 一定会替您报仇 用他的血 祭奠爹您的死 怎么办 二十八千 爷子 二十五千 ung Zither Harp 姐儿 去哪儿了 我去杀了胡九妹 替爹报仇 她是妖 不是人 我不能让你白白去送死 你不能去 跟你知道吗 爹走了以后 我们有一天晚上不想她 深圳蹦里她满身是血 她好像有话要跟我说 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爹 那么痛苦的样子 为什么会是我爹 他为什么要杀了我爹 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做过坏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情愿死的那个人是我 爹走了 我们这个家没了 一切都回不来了 爹 爹的仇我来报 若不是当年爹救我 我也活不到现在 爹养了我十几年 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看淡 他的恩惠我永远报不完 他的仇我来报 二位哥 我已经在爹的礼物前发过誓 我一定要牵手杀了他 替我爹报仇 不行 你不能去 你不会武功 去了也是白去啊 你不能去 放手 不行 不能去 放开我 走开 行 爹 你是爹唯一的女儿 我不能让你去 有什么事 隔来扛 不是 ammonia 是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爹爹我要打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爹爹 你恨爹爹是不是 爹爹 爹爹 这就是你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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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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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万万想不到 你不理解爹爹 爹爹我行医几十年 只有我的信任数不都数不清 可是你爹爹 我的医术再高明 我也难以医治他们的人心 这个世界太虚伪太残酷了 难道你看不到外面 有多少流浪的乞丐 和朝不保夕的灾民 又有多少金银满库的贪官 和一手遮天的全臣 你想想看 这公平啊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啊 你我身上都流着刘家的血 可是我恨 我恨我投胎到刘家 事实在内 守着本来可以 扭转乾坤的秘密 这甘愿唯唯诺诺的 过平凡的日子 他们自私啊 他们太自私了 所以 我也扭转乾坤 我要做刘家唯一的英雄 只有我才配做丝瓜井的主人 派宝 你是我的儿子 你应该继承我的一切 不能那么转着 不能像外面那些贩俘走卒一样 光短浅啊 我这里江海国好优异地啊 好大姐 我的气 你把我逼做什么人了 我把你逼游浪 不差好分啊 那我就逼不上了 你逼他还要多啊 好大姐 你是我的气了 留海哥 你是我的父啊 好大姐 你随着我来走了 海哥哥你带来晚间醒啊 走了哦 醒啊 走了哦 醒啊 我这里江大姐 还彭 allergies 啊 我说我满意啊 你一别你 你那我带来 你带来 我来 你一 vindick你今天 也有一笔鸭 刘海伯 我的福啊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啊 我把你比侄女 不差好分啊 那我就比不胜啊 我看你就捏将老他喽 刘海伯 你是我的福啊 我打见你是我的齐了 刘海伯 你带人往前走啊 我打见你随着我来行喽 走啊 行喽 走啊 行喽